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土尔 它已经在刚刚11点的时候增强为中度台风 目前气象鼠持续发布巴士海峡的海上台风警报 山土尔台风移动速度并不快 我们也预估它在未来两三天移动速度依旧不快 它在早上11点的时候 已经来到俄罗比东南方大约49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今天到明天大约以每小时9到10公里 不快的速度往巴士海峡的方向移动 那随着它的接近 我们海上警报区域也会越来越多 至于强度 目前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七级风暴风半径增大为150公里 预估它在往我们靠近的过程中 强度还会再增强 暴风圈也还会再扩大 就以目前我们所判断的资料 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参考国内外所有的预报资料的指引 这是明天早上八点 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的预报指引 它台风的路径可能到的位置 这是星期二早上八点可能到的位置 在今天明天一直到星期二 都是往西北溪的方向 往巴士海峡的方向接近 之后到星期二早上八点 在我们南方海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圈圈变得扩大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资料显示已经开始向北转 有些是往比较东边 比较远的海面上走 但是也有不少资料是往我们的陆地 甚至到我们的西南边再向北转 台风移动的速度并不快 所以台风它的变化就会比较复杂 因此我们也会持续观察 未来两天台风移动的状况如何 甚至到星期二早上开始向北转以后 它到底是用什么方向 什么角度来影响我们 至于在前世的预报方面 我们就是用所有的资料 做出目前的官方预报 今天明天逐渐靠近 在星期二早上开始向北转 而之后这是星期三早上 一直到星期四早上 这条预报路径比我们原本的预报 更贴近花东 我们东半部的沿海北上 也要提醒大家 这样子的路径显得台风是非常接近我们 明天开始接近 星期二星期三其实几乎都在影响我们 大部分地区都可能被暴风圈所笼罩 所以天气上是非常的不理想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从海面风浪来说 海面风浪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 风浪也会增强 气象鼠先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开始 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蓝雨 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现象 虽然台风很远 但是长浪现象就会开始出现 而且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长浪的区域会越来越多 另外从海面上的风浪也可以看到 今天晚上这浪颇浪的浪高 今天晚上其实在整个台湾海峡 以及台湾东边南边海面 也就是说除了北部海面以外 其他各海面的风浪都已经开始增大 尤其是在东边东南边巴西海峡浪高 已经到三米以上 绿岛蓝雨的浪高可能到四米以上 明天这个浪会越来越大 整个包括北部海面的浪高 都在二到三米左右 三米的浪高更向北扩展 到我们的东北部海面 以及巴西海峡 绿岛蓝雨的浪也会更高 大约五到六米左右 至于在风的方面 风这个黄色的是七级风 平均风七级风 通常在平均风七级风的时候 对海面上足远甚至船只的航行 就构成很危险的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天晚上开始 台湾海峡以及在东南边的海面 已经有七级风的区域 明天七级风的区域在台湾海峡的分布 明天到晚上这段时间 整个七级风的区域 甚至整个强风区都扩大了 而且橘色 橙色这个则是八级风的区域 橙色的八级风区域 在明天晚上海峡就开始有了 而且在明天早上东南部海面 都开始增强到这么大 因此海面上的风浪以及长浪情况 提醒大家多留意 至于在天气方面 随着台湾外云系的遗境 今天到明天 现在在下雨的这些地方都持续 还会再下雨 我们预估今天在 桃园以北东半部横川半岛 会有降雨的情况 马祖也有 其他各地天气还好 不过中午以后 在新竹南山区 以及南部部分地区 就有些局部的晚战雨 就今天我们发布了大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东半部地区 基隆北海岸地区 大台北山区 以及恒川半岛 是会有大雨特报的 而明天这些地方的雨 持续的下 让这种台风路径 首当其冲就是东半部地区 好那有些雨 会越过山脉 下到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 我们刚所提的东半部地区 大台北山区 恒川半岛 在明天的雨 有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的降雨 局部性的豪雨哦 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雨区的状况 这是明天 好明天我们说东半部 以及北部的雨 应该是北部靠东边 这地方的雨 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之后 星期二 星期三 两天就是台风 离我们最近 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各地都会有降雨的情况 西半部地区 当然主要是靠 这些雨 它越过山区所造成的雨 那在星期二仍然是以东半部地区 然后南部的一些山区 以及北部山区 甚至到了星期三 北部的降雨 然后各地原本明显降雨的地方 雨量更大 就以星期二星期三来说 我们预估在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以及中部的山区 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 其中在东半部的地区 和北部山区 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下雨 至于星期四以后 只要看台风它离开的状况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整个降雨区的分布 而在下雨的时候 星期二星期三两天 高温在明天其实各地还算暖和 可是星期二星期三 随着降雨比较多 各地的高温会略为下降 尤其是北部东北部还有马祖 在星期二到星期三的高温都会逐渐的 一天一天少 一到两度 一到两度 那至于之后 星期三开始 其实北部 其实东北部的温度会转得比较凉 预估低温大约是在21度左右 随着台风靠近要提醒大家 我们发布了海上警报 提醒大家赶快做好防台的准备 而且台风对我们不论是强风 好雨的影响都是很明显的 要提醒过去已经下了很多雨 所以尤其在山区西谷这些地方 甚至花冬的脆弱路段 这些地方因为未来的降雨会很明显 要特别小心 可能会有后续的危险 如果大家前往这些地方 也要特别留意 那当然在海上台风已经发布了 海面风浪会来得比陆地上天气反应的快 也就是增强的快 提醒大家这几天也最好不要从事 海面上的作业或活动 另外台风的路径 因为现在台风移动速度很慢 所以未来还在靠近的过程中 它北上的角度到底是 在我们目前所预估的呢 还是会更旺我们陆地靠近在北上 如果更旺我们陆地靠近在北上的话 原本明显降雨的地方持续降雨 但连南部地区和山区的雨也会更多 这部分我们会持续观察 以上是今天早上的台风记者会 为在台湾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地亚预估 即将增强为台风山陀儿 气象粉砖 观气象 看天气 发文指出 欧洲中企天气预报中心 最新一报出炉 预估准山陀儿将从屏东登陆 一路切开台湾 最后从宜兰出海 若预估成真 全台湾都将面临大风大雨 气象署预报员张俊尧表示 这次台风预估风雨不小 其中北部 东部的北北基陶 新竹县市 苗栗 花莲 台东 风雨最强 有较高几率放台风价 但届时仍要看各县市风雨是否达标 气象署表示 准山陀儿预估将在28日深夜升级为台风 最快周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周一发布陆上警报 暴风圈 预计下周二 三 最接近 全台民众都要做好防台准备 前景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